我破防了,家人们,有长辈说我不要脸,长辈的话我不反驳,我承认是我不要脸,或许有些人永远不能理解在最无助,最需要人陪伴的日子,没人探望,没人问候,没人关心的那种感觉,是多么的痛心。 大家好啊,我是周八娇,我很坚强,但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很软弱,总以为刘异才会从澳门请假,过来老家陪我,总以为每天都会有一句最温暖的短信鼓励着我,自己父母不在身边,从小把我带大的爷爷奶奶,90岁的老人家, 我不敢告诉,我怕老人家,比我更承设不住,家人们,不是我自作多情,而是我特么的渴望,在生病的时候,有人问候,如果没有,那么,谈爱,结婚,生孩子,又算什么呢? 在我眼里,那么,就更不值得一提了,这一两个月以来啊,一个人,从乡里的卫生院,到县城,到市里,到上级,到更上级,最终的结果还是,你先出院,回去等吧,有消息,我们医院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 听到这句话,我更加的无助了,接受不了,朋友们,大家最无助,最低谷的时候,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呀? 回来一个星期不到,手机里突然,有22个未接电话,给我的第一反应,可能是刘依才打来的,没想到,打开手机,让我惊吓又失望,未接电话,它不是刘依才打的,这样是叔叔。 我把这件事情,跟奶奶讲了,奶奶老人家的第一反应,就是,怕刘依才家里出了什么事,建议,我赶过去一趟,老人家,它是没有多想,反而,担心起别人来。 二十二个未接电话,给我的第六感,并没有那么简单,最让人接受不了,就是,在我求医度约那么久的情况下,都是被无视的。 家人们,大家觉得,是我都想了吗? 后来呀,我听奶奶的劝,去了一趟刘依才家,去刘依才家里,没有发现叔叔阿姨,然后,我回去的路上,看到叔叔阿姨在给别人搬砖,也不容易啊,很辛苦。 阿姨放下手里的活,对我说,说,说刘依才准备买车了,说我们在一起的话,我也要出一半钱,这个是阿姨他们的意思。 然后,我回来的时候,跟奶奶讲,奶奶是完全反对的,奶奶的疑问就是,刘依才买车,她为什么不走动与你联系,要阿姨来跟我讲。 奶奶说,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,今天,我是过来刘依才家里,拿东西的,拿自己的衣服,所以,我现在,坐在刘依才这个房间里面,录了一段视频。 家人们,你们觉得,事情有那么简单吗?